NOSER NOSER,我上升,我們叫Gaamana 一樣是接續我們昨天的主題好不好 畢竟該測的東西總是要測啊 這些的話就是我們今天要測試的全部項目好不好 基本上有些他目前已知的所有強化型的印章 之外呢我們今天還要測試一下就是 這兩個東西 你也猜回去這個跟這個好不好 畢竟這兩個東西都是有大的音效 而且又可以產生出額外的圖像 是呢當然一定要測試給大家看 這一段的話就連通信都會給你一些滿滿的驚喜感 好那我們把這邊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來一個個玩一下吧 我們先從腰帶部分開始測起 然後呢腰帶部分全部測完 我們再來測印章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印章當然使用我們哥哥的一個印章 他的共通效果真的有一點點簡略啊 我個人覺得如果假設你沒有啟動武裝能力的話 所以呢總括來講有一點小一樣有小一樣 我以為他的共通效果會像Live一樣這麼酷啊 然後呢必殺技的部分的話 好我們從中可以確定一個點就是 必殺技的部分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更換好不好 一模一樣只是改前面印章的一個名稱而已 所以總括來講我覺得他共通效果算是 有一點讓我小失望啦 他真的是差外觀而已啦 但是這樣其實也蠻來呼應他 比較偏圓形的一個設定啦 欸男子也是可以出發的喔 因為有共通印章差不多啦 所以我再多選一個近期電影版的東西好了 我真的超級好後面他那個將將將將啊 聽起來真的滿滿敲屁啊 可是又很酷啊 強化形的印章測試一下 我還要先說一點喔 我覺得他這個斜轉設計啊 搭配這個特殊印章 欸其實看起來滿炫炮的耶 所以當時未來如果設計出更誇張的印章 裝上去應該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酷啊 OK我們真的確定必殺技是完全可以出吧 所以他必殺技不會有做到任何干擾啊 這個也是一個完美的靈動啊 哇直接把那個火焰照路台往下轉啊 還滿讚還滿讚的 而且整體我個人覺得很搭耶 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威爾感耶 搞不好未來有機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搭配喔 好啦各位 再來的話我們最難的這個啊 使用我們的滾輪印章 來讓我們真的進行一個直接變身啊 然後呢他基本上... 對 也是完全扣不進去的好不好 就像是會卡住的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 我們只能使用往常那個方式啊 OK有了有了 嗯音效果預導都差不多啦 但是有夠難壓你知道嗎 而且這樣又偏掉了 哼 我們的滾輪最能音量是可以完美連動啦 只是 你需要抓一點角度就是啦 欸 最後我們這個烏鴉的啊 我們之前上集測試過啊 所以有兴趣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HOLY WING OK,那邊測試完畢重了,我們要玩真正真正完全新規,測試我們的眼鏡蛇印章 他的戴琴又給我滿滿驚喜感,這個Cobra可以捏成這樣也真是不容易 哇,真的是直接搭配那種比較偏阿拉伯的音效 欸,真連這個新規度就非常高吧,跟真的完全沒有半毛關係 然後他整個蓋上去之後呢,還不錯看還不錯看 嗯,就像跟往常一樣一樣是有搭配那種比較魔敵那種音效在裡面 好,他的念法也是非常奇特阿 完全每次都可以顛覆你的想像 欸,這個音效好帥喔!整天聽起來非常非常有感 我不太了解這個是什麼旋律,但是我很喜歡耶 而且整個音樂風格類型也是完全新規 跟之前沒有任何一個是撞到的 其實全部亮下來我覺得橘色亮起來最帥 尤其是要這個橘色阿 因為他屬於那種亮光橘阿 所以呢,他整個發光之後呢 整個打出來光完我覺得很像劇中的感覺阿 不知道為什麼 嗯,必殺一殺就還好 但是我蠻好奇,我們的男主會怎麼把自己拼成一個孔雀 最後一部分就是我們的五千塊DEMONS DRIVER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孔雀跟蛇在這邊會大概呈現什麼樣子阿 哇,這個蛇看起來太炫炮了吧 怎麼那麼炫阿 欸,好意外喔 我可以清楚看到他真的是一隻很大隻的演性蛇耶 我覺得DEMONS DRIVER應該算是像目前實質動畫裡面最猛的一條 DEMONS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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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的話,居胞是採用那種限制中有的顏色耶 藍色搭綠色那種顏色阿 而不可以採用上面這個橘色配色阿 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孔雀走的話 就走比較真實系的一個風格阿 還行還行還行 好啦各位,這樣子我們就全部測試完畢 就是包含我們真的秋風氣搭配一些比較奇怪的印章 跟我們這兩個來進行四出阿 我個人覺得腰帶部分就比較平常規阿 因為該懂大家都懂 我們之前在LIVE那邊有測試過類似的效果阿 所以呢,整體它是屬於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封閉的系統阿 再來就說這兩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驚艷好不好 音效非常非常新規 而且在我們DEMONS的身上 基本上也是完全刷的出來阿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算蠻好玩的 而且圖像都很精美阿 尤其是孔雀這個阿 孔雀這個音效我真的超級無敵型好不好 好啦,所以呢 這樣子我們就將全部給測試完畢了 如果想要千萬不要再給我們 沒什麼東西再見,掰掰